可能他有機會不是員工 也有可能他會做自己的生意 是老闆來的 就更加煩惱 現在各行各業都大蕭條 尤其是他自己有自己的商業 他更加會首當其衝 所以如果有這些事情的煩惱 他就不會去想感情的事情 因為那些事情是他人生的第一項目 還有我覺得很正確 就算我不管一個人是不是物質又很強 但是你要在這個社會那裡生存 你首先都要搞定這些很基本的物質的生活 所以其實面對任何現在風風雨雨 他什麼都不會理會 他就有自己的節奏 他就是要跟自己說 我要搞定我的工作 我要搞定我的錢 我要搞定這些很生活的最基本的保障 他什麼都不想理會 但是我就告訴你 就是你們 各位好 現在是2024西曆的2月24 亦都是農曆正月15 這個甲神年的首歌 是不是甲神年開始首歌的滿月呢? 的確是的 好 今天就在祝各位元宵佳節愉快 人月兩團圓 有成人忠誠眷屬 原來很搞笑 還有一個節日 原來就是萬佛節 這個節日香港人都不會聽過 但基於我在泰國 原來今天也是法定假日 就叫做Maha Puja Day 就是為了慶祝 對於我們中國農曆正月15 但原來對於古印度歷法 或者現在的泰國歷法 就是他們的3月 就說3月首歌 月圓之日 話說佛堂 即是釋迦迷法以前成道之後 就說他在當年今天 就是為自佛前來的1250位 阿羅漢比丘弟子 首次去宣講佛教的教義 OK 你們可以自己去找一下Wiki 所以也是一個萬佛節 泰國今天也是龍而重之 所以也順便祝各位 萬佛節如意吉祥 好 現在就去講一講一個星盤分析 嘩我好久沒出過Youtube 好 那就是 但這裏就 這裏的提點就比較不開心 所以跟今天這個元宵節 萬佛節那個 Mood 是有少少相違背的 那就是提醒各位 接下來要小心些什麼 大家可以去看看 其實right now 由right now 一直到我會說西曆的4月十幾號 OK 我們可以看看八陽座發生什麼事 八陽座你看這幅圖的 左邊位置 踏狗的位置 踏狗踏八島的位置 那個就是八陽座的符號 從right now開始 一直到4月十幾號 我們有 北膠點合海龍星 北膠點就是那個好像白酒魚的公仔 如果是這個第一幅圖 它就在八陽座十八度的位置 而且北膠點永遠都是逆行的 所以你會看到一個 R字在它的右下角 那個白酒魚公仔 R就是Retrograde 或者Retrogration 或者是很多寸法 我們一般最簡短就叫Retrograde 然後在18度就逆行 它的度數就會減少 一變十叉十六 然後同時呢 我們有那個海龍星 海龍星就不是一個行星 它是一個叫做小行星 但是在 尤其是現代仙星學 都會賦予它一個比較大的意義 是的 它那個象徵就是一個 類似鎖匙這樣的東西 但是那個鎖匙上面 就有個K字 大家都會看到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一路之後的圖片 這兩星一直到四月十多日 它們都是非常感密的 尤其是 如果有今天 它們分別在18度和16度 八陽座 但是到下星期 就相合於17度 再下星期都是相合於17度 然後 開始就遠離了 北膠點去了16度 然後海龍星去了18度 OK 但是 總之都一路 叫做黏得很近的 對了 去到 最後四月十多日 兩星才相隔開 就 北膠和海龍分別在 八陽的15度和19度 就是它們差了4度 但是 不單止 其實因為 再次同時 我們都要看回八陽座的主星 OK 那火星就發生什麼事呢 八陽座的守護星是火星 即是當我們在某些星座裡面 有一些上位 即現在叫做 北海相合 北膠和海龍星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非常之注意了 那究竟 火星呢 在這幅圖的上方 即是來近這些圖的上方 那就是在水平座 那其實一直 它會是 四分金牛座 即是這幅圖下方達陸位置的 即是木星 還有天王星 一起在那裡打仗 那其實這個主人都不舒服 那主人不舒服的話 又如何去看管好自己家的客人呢 OK 那直至 等到 好了 火星入了雙魚座之後 但是我們下一個 亮點就是太陽 太陽和八陽座都非常之有關係 因為火星是太陽座的主星 雖然它不是主星的主星 但是它也是 你可以叫做一個第二位主星 然後呢 即使火星入了雙魚座之後 它就沒有繼續跟金牛座的筆 金牛座的木星或者天王星打仗 但是到 即是春分之後 太陽入到八陽座之後 開始 它就 錄分了水平座的冥王星 冥王星都是說一些 即是比較嚴重的危難意外 是的 然後 太陽還一直走向 這個 這個 北焦點和海龍星的那個 Cluster 那個Combination 好了 那所以呢 終於 我現在去開估了 其實由現在開始 一直到四月十幾號 OK 大家要小心些什麼事情 就是 小心一些 大面積的傷口 會在你的身體上面發生 OK 那 就是一些嚴重的意外 特別跟火災 特別跟火燒傷 那些事情 可能 社會上有些新聞 不知道什麼火災 然後人們就搞到 身體狗 90% 都不知道什麼三到四到五級 燒傷 那些朋友 或者 你有機會會遇到一些很大的意外 而令到自己很大面積的皮膚受傷 那 還有些什麼呢 對 或者摘肢 一些這樣的事情 就是有些事情 會遇到一個很大的傷口 那 還有如果你本身 你自己已經是有一些 就是 傷口的話 你都要好好去處理它 否則它 會容易是 潰爛 發炎 或者你 即是你 即是你 中間還有很多 有些細微的注意 那些事情 我會放在Patreon 給 正式的月費會員 優先去知道 OK 如果有一些特別敏感日子 我都會放在Patreon 但這裡的免費訊息 就在這裡公開給大家 最重要是 大家去注意這些事情 因為是比較危險 這裡看到那個聲像 因為 即是當北交點 即是去發大了 海龍星那些創傷 一直在 和白羊座是一個很 敏感的星座 特別是跟我們 身體的 身體 OK 那再加上 我都說了 尤其是 當太陽入了白羊座之後 它竟然六分這個冥王星 是 所以整個的意象 是比較恐怖的 OK 而且在春分之前 就算火星 一直那個 上位都不漂亮 一直跟金牛座的星 在一起打架 所以總之 接下來一直到 四月十幾號 大家都要小心我 以上說的事情 但如果 更加想知道 有沒有特別是 什麼病因 還有特別有 哪幾天敏感的日子 那這些東西 就留待在 Patreon那裡 就公佈了 還有在這裡再宣傳 多一點點Patreon 我開了這麼久 到現在開始 都有 二千幾個會員 就算 你未成為正式的 付費月費會員 我都建議你先去免費 免費地去免費 因為有時候 裡面都可能會有 少少彩蛋免費的資訊 如果你不是在Patreon上面 就連那些免費彩蛋都不會知道 如果你正式加入了 成為月費會員 當然你可以看到很多 海量的寶貴豐富資訊 我最近都說了 我真的對得住人 拜得下神 就算在 剛才農曆 即剛剛的農曆年假 我都保持著 我承認 逢一戰都保持出野 不會偷懶 當然 你可以去優先排算命的隊 現在已經超過五百多人在排 當然我都處理了很多 你不是要等五百多個位 但我認為 這件事是很認真的 我裡面的內容 非常嚴肅 不是吹噓 而且很有養分 所以大家 都叫做厚悲載道 所以在這裡再宣傳一下 加入了Patreon 就是百利二無一害 說真的不是很貴 如果想試試沉 即是一封利士錢 只需要去聯合一個月 去看看當中有什麼什麼值得 我會說把聯合成就不會捨得走了 總之 就留下這些 看大家的緣分 到這裏 條件驅逐 在這裡再次宣傳為Patreon的優點 好 再次 希望大家這個元宵佳節會愉快 還有這個萬佛節節是吉祥的 還有一直到四月十多都要小心自己的身體